各位好 今天我们来介绍一下VS2010集成开发环境 英文缩写为IDE 英文全称是Integrated Development Environment VS2010是微软开发的一款比较优秀的集成开发环境 也是目前最理由的Windows平台应用程序开发环境 最新版是2012 今天课程的主要目标 第一是如何使用VS2010创建开发环境 工程构建程序 第二个目标就是使用VS2010进行简单的调试 其实以前的VS2005、VS2008来自最新的2012 使用方法都是大同小异的 这里我们要特别强调一下VC6.0 VC6.0确实是一款比较经典的IDE 但是我们不推荐使用它 因为它是在仙加标准推出以前发布的 对仙加标准支持的不够好 在这里我们并不准备 详细介绍2010的所有功能 因为它的功能十分强大 今天我们主要介绍 跟我们学习CI加相关的一些功能 这些功能是相对比较简单的 首先在使用之前 大家需要手动安装一下2010 这里我们就不介绍如何去安装了 大家可以在网上搜一下教程 首先我们打开VS2010 首先我们打开VS2010 大家可以看到 这是我们熟悉的菜单项 因为在VS中不能单独编译一个.cpp文件 或者.c文件 它们必须依赖于一个工程 所以这里我们介绍一下 如何新建一个工程 首先呢 选择文件 新建 项目 大家可以给个项目起个名字 比如我们起一个 Test 然后点左边的CI加 然后选择Win32控制台应用程序 这里的位置 是你要保存的这个工程的目录 我们点击确定 点击下一步 因为我们这里呢 想自己从头开始创建一个程序 所以说我们 我们不希望VS2010 为我们生成一些代码 所以这里我们选择空项目 然后大家也可以尝试 其他的一些选项 都是没有关系的 点击完成 左边显示一些 口文件呀 资源文件呀 资源文件呀 他们是过滤器 过滤器呢 就是我们把它去掉 点击Delete就可以删掉了 现在工程建好了 但是工程里面是没有任何的文件的 那我们现在想 新建一个.cvp文件 在里面写一代码 所以说我们 点击右键 添加 新建项 选择 ci加文件 然后 给这个文件起个名字 这里呢 我们起一个 闷 表示这一个闷.cvp 点击添加 这样呢 这个工程就建好了 在使用之前呢 大家可以设置一下 你的喜好 比如说字体啊 字体的颜色呀 代码的颜色呀 大小啊等等 这里呢我们可以选择工具 选项 字体的颜色 你可以选择这个字体的大小 它默认是9 这里呢我选择12 如果要看得更舒服一些 当然下面你可以选择 这个字体的颜色 给你的喜好 另外呢 在默认情况下 这个编辑器呢 是没有行号的 为了方便呢 我们 要把行号给掉出来 我们选择cc加 我们编辑器 点c加 然后把行号 这个选项给勾上 已经确定 这有了行号 工程建好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 到里面写代码了 我们写一个 我们在上一节 介绍的hello world 这个代码 生成一个程序的步骤呢 首先是编辑编译链接 在这个vs里面呢 编译和链接都可以通过生成一步实现 选择生成 生成 生成 test 这里的输出出窗口呢 会选择当前的一些过程 以及输出的一些信息 如果出错的话 它下面会有提示 如果成功的话 它会显示是生成功 现在已经成功了 成功一个 失败零个 说明这个程序已经被生成了 下面呢我们应该来运行一下这个程序 运行程序呢 我们可以手动到这个生成程序的文件夹下 手动执行运行程序 另外呢我们可以让 也可以让编译器替我们去执行程序 这里呢我们选择第二种方法 比较简单的方法 我们可以点击调试 然后选择开始执行不调试 点击 这样的编译器就会替我们执行这个运行程序 Color 我们在编写程序的时候 有两个菜单是比较常用的 一个是生成 一个是调试 我们从上到下来介绍一下他们的作用 生成解决方案 什么叫解决方案呢 这里左边的 这就是解决方案 一个解决方案呢 可以包含很多个工程 test就是一个工程 我们也可以在解决方案里面 包含其他的一些工程 在点击生成解决方案的时候呢 他会将该解决方案下所有的工程 都会生成一下 重新生成解决方案 顾名思义 就是说重新生成一下 清理解决方案 就是将上次生成过的一些东西清理一下 下面呢 常用我们就不介绍了 很多同学在刚开始使用VS2010的时候呢 发现界面的布局跟我的布局是不一样的 这是什么情况呢 比如说可能没有左边的解决方案管理器啊 可能也可能说底下没有这个输出的这个窗口 如果没有的话呢 我们可以把它们给掉出来 比如说我现在把这个解决方案管理器给关掉 把这个输出他们都给关掉 这个时候呢怎么把它们掉出来呢 我们可以选择视图 然后选择解决方案管理器 这个时候就可以把他们给掉出来 输出呢 我们也可以选择视图选择输出 这样的话输出窗口就被掉出来了 另外还有一个比较常用的是错误列表 这个窗口 如果程序在生成的时候有编译错误 或者是链接错误的话 会在错误列表里面显示出来 比如说我们现在给它加一个错误 选择生成生成test 在输出窗口呢 已经提示了生成失败 有一个错误 这里呢我们可以双击一下 也可以进到错误的这一行 同时在错误有提示说 在第六行 第一列的mini.cdp这个文件里面 有一个错误 我们双击啊 它也可以指示到错误的这个行 这样呢我们就可以知道 这里有一个依法错误 把它改成就好了 同时我的习惯呢 就是我喜欢这些窗口呢 能自动隐藏 如果你不想让它隐藏的话 你可以再把它定在这 点一下这个 如果你想想调成自动隐藏呢 可以选择这个自动隐藏 自动隐藏之后呢 整个窗口要看的 要大一些 下面呢我们来介绍一下调试 调试呢 有一个英文的术语 叫debug 什么叫调试呢 调试是指 重现软件的bug 定位问题的根源 并最终解决问题的过程 生成程序的时候 中间可能会遇到很多的问题 有一些是语法错误 比较好修改 但另外一些呢 可能就是一些逻辑错误了 逻辑错误的话 有可能是比较难定位的 这个时候呢 我们可以借助ide中 调试器的一些机制 来帮助我们定位问题 那我们来介绍一下 关于调试的一些基础的东西 首先呢我们来介绍一下断点 我们知道 CPU的执行速度是很快的 为了方便定位问题呢 我们可以设置一些断点 当CPU执行到断点位置时 就会暂停下来 查看当前程序的一些状态 比如说一些变量的值 计算器的状态 内存的状态等等 断点是如何设置的呢 比较简单 我们可以把 我们可以把手标 放在左边 灰色的位置 单击 这个时候呢 就表示我们在第六行 设置一个断点 VS200有一个提示说 云门.cpp 第六行 在门行数中设置了一个断点 另外一种设置断点的方式呢 是首先 先单击你要设置断点的这一行 然后选择调试 切换断点 这个时候就设置好了 取消怎么取消呢 你可以直接在 红色的位置 再次单击一下就取消了 或者是 先选择这一行 然后点击调试 切换断点 这个时候也可以取消 我们设置的断点 只有在调试的时候 才会起作用 如果是我们直接运行程序的话 比如说我们开始执行不调试 CPU就不会中断到断点 大家要注意 我们在这一行设置断点 就表示CPU将要执行这一行的时候 就会暂停下来 其实这一行还没有被执行 只是说将要被执行 下面呢 让我们开始调试 来看一下断点的效果 为了使效果更直观的 我们加几代码 把I处置为10 定立一个变量 A等于I加20 这个时候呢我们开始调试 启动调试 黄色箭头指向这里说明这一行即将被执行 CPU就停到这里了 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看一下 现在I和A的值 怎么去看呢 可以把水标放在他们上面 可以看到I的值是10 A的值是30 这是比较方便的 同时呢 在自动窗口跟局务变量这两个窗口里面呢 会自动显示出当前的一些值 也是非常方便我们调试的 另外一种查看的方式呢是直接选中这个变量 然后右击快速监视 也可以看到变量的值 在断点窗口呢可以显示当前我们已经设置的断点 所有断点 这里面也可以删除啊 新件啊等等 大家可以看一下 另外这个动对站窗口呢可以可以显示当前函数调用的序列 最上面的是站顶 表示当前正在执行的函数 下面是已经被执行过的副函数 我们可以看到函数调用的序列 我们在调试的时候 这个是非常方便的 因为有些同学可能说这些局务变量窗口呀 或者自动窗口呀 以及调用追站和断点窗口 可能没有没有显示出来 我们怎么样把它给调出来呢 我们可以选择调试窗口 大家可以看到这里面 这里面都是一些跟调试相关的一些窗口 调用追站呀 线程呀 模块呀 计存器 这可以显示当前所有的机能器的一些值 以及另外一个非常经常使用的一个窗口呢 是内存窗口 我们可以选择一个 就是我们给一个地址呢 就可以看到这个地址的一个空间 我们知道0地址 地址为0的空间 比如now 是不能访问的 那么我们输入一个0看一下 它的值是多少 可以看到 0号地址的值呢 都是一些问号 问号表是什么呢 问号表是 是不可访问的 就是为什么我们在指针是空指针的时候 我们访问的时候 成绩会崩溃的原因 如果我们现在程序已经暂停到这里了 如果我们想要继续执行的话呢 我们可以选择 继续执行 继续执行的话 程序会一直执行下去 直到遇到下一个断点 由于呢我们这里后面就没有断点了 所以程序可能会立即结束 下面我们再来介绍几个概念 第一个是单部调试 所谓单部调试呢 就是选择单部调试 CPU都会执行一条语句 第二个概念呢是单部进入 它跟单部调试的 在一般的语句下他们是差不多的 如果遇到函数的话 单部进入会跟造函数里面去执行 而单部调试会直接执行完整个函数 不会跟进去 我们来看一下效果 首先呢让我们停止调试 所谓停止调试呢 就是停止调试器和被调试的程序 我们加几行代码 加一个函数 我们在闷函数中呢 不要用这个函数 我们在函数的开始位置下个断点 开始调试 可以看到 现在CPU停止到第12行 比如说将要执行第12行 这个时候呢我们来试一下单部调试 单部调试对应调试菜单下的逐过程 或者是按下快捷键F10比较方便 这个时候可以看到CPU直进到下一条逐局 我们再点一下F10 这个时候遇到一个函数 这个时候就能体现出来单部调试 跟单部进入的区别 如果我们按单部调试的话 那么CPU会直接停止到第15行 如果我们选择单部进入的话 那么CPU会跟进到Funk函数中 我们来试一下 我们选择注意句 可以看到CPU进到Funk函数内部了 另外呢在函数调试对战里面呢 可以看到当前正在执行的是Funk函数 上面的是闷函数 为了方便调试呢 大家应该对这些快捷键比较熟悉 比如F5呀 F11啊 F10啊 F9啊 下段点啊等等 这些快捷应该比较应该要熟悉一下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 这个工具条上有一个Debug这个选项 还有一个Release选项 他们是干嘛的呢 其实呢 这个Debug跟Release呢 是我们生成程序的两种方式 如果我们选择Debug的话 那么我们在生成的时候 编译器会加入一些调试的一些机制 更方便我们定位问题 另外它是没有优化过的 体积是比较大的 Debug办程序 我们不能发布给客户去使用 因为可能会有很多问题 我们发发布给客户的程序呢 一般都是Release的 如果我们选择Release 然后再生成的话 就生成一个Release版本的程序 这个时候呢 编译器会进行一些优化 以使得软件的运行速度更快 或者是效率更高 优化呢 我们可以配置成最大速度啊 或者是提及最小 但在调试的时候呢 还是应该使用Debug版 只在发布的时候 要选择Release版 好 今天的内容就是这么多 下一节呢 我们将介绍输入流的许识点 我们将介绍输入流的许识点 谢谢